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 耳朵小 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福气和财运等等 好的耳朵应该是耳大而厚实 并且耳垂大为最佳 若是有男子耳朵小 除了说明这个人福音差之外 也说明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 自己也没有啥大的福气 整日运势不佳 严重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福气和财运 若是他们生活方面也不会有大的起色 日后很难会积累财富 还要注意的是 耳垂尖小的男性 他们多不清寡义 缺乏责任心 同样这样的鸡嘴耳的男性相处时 要时刻擦亮眼睛保持警惕 三 薄耳朵 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薄如纸片 缺乏肉感的话 这种耳相是一种不具材的表现 耳朵薄小的人大多性格较懦弱 对自己缺乏自信 神经特别敏感 心里整天装的许多事 经常因为各种小事而那么不乐 长期如此的话 导致睡眠质量和精神状态都比较差 不过这种人大多视觉比较的小巴独特 有着很高的艺术天赋 容易赚到钱 但是花钱却是大手大脚 缺乏合理规划 存不住钱 守财能力比较差 四 没有耳垂 在相学当中 若是一个人没有耳垂 或者耳垂看起来非常的小 则说明他们的福气运势比较的单薄 而通常情况下 这样的人多半自身的福气比较单薄 在生活方面也是各种麻烦事不断 而且没有耳垂的男人 自己的福气运势也不是特别好 注定就是劳碌命 日子只会越过越穷 五 耳朵过白 很多人的耳朵都是比较红的 或者黄里透红的 这样的耳朵都是好耳朵 但是如果耳朵发白的话就不好了 因为发白的耳朵一般都没有什么财运 这样的人才技是很缺乏的 在现实中 一个女人如果耳朵发白的话 这个女人会特别的穷 很难变的有钱 或者自己身体方面会有疾病 一定要小心注意才行 对健康会有严重影响 六 反扩耳 在相学中若是一个人的耳朵 明显外突 没有耳轮 或者耳轮长得比较小 则这样的人脾气性格比较固执 凡事不喜欢听从于别人的安排 在生活方面也会时常的吃亏 日后必定会树敌不少 导致整体的运势比较差 对财运也会有非常严重的影响 福气运势不佳 一辈子都别想有啥翻身的机会 只会越过越穷 七 软耳 所谓的软耳就是指用手捏上去 耳朵有种柔软无骨的感觉 这种耳相的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消极 胆量非常的小 而且缺乏自己的主掌 行动力非常的差 一旦遇到困难 就会表现得六神无主 优柔寡断 缺乏判断力和决断力 并且这种人耳根子也比较软 做事不懂得把握细节 女人有此耳相容易遭遇到别人的吼骗 男人有此耳相性格软弱容易吸管炎 二 不及鼻象 一 他鼻梁 女子他鼻梁大多体现在山根和鼻梁低 山根凹陷的女性大多因为相貌平平而缺乏自信 同时她们做事容易犹豫不决 气场不足 通常没有人大的志向 所以单纯的他鼻梁面对女性而言实属不佳 但若是他鼻梁但鼻头有肉的话 这类女性在性格方面就会开朗识多 与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和谐相处 属于老好人的性格 同时还能合理听尽他人的建议 有效理财 所以她们的财运足以维持自身的生活 二 鼻孔外翻 鼻头原肥 风衣足食 这句俗语就表明鼻头有肉才是好推向 而鼻漏空指的就是 他鼻梁再加鼻孔外翻的面向了 这是典型的物负之相 鼻孔外露意味着漏财 即使此人能够得到财富 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很快失去 他们一般对金钱的概念不强 理财仪式也比较薄弱 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了豪爽大方 豪肉圆非常的好 一生财运很好 收益丰厚 但是花钱也比较的大手大脚 没有存钱意识 有财也守不住 三 贱鼻 所谓的贱鼻就指的是一个人 鼻背如刀 骨头看起来非常的明显 而鼻头过尖则没有肉 这样的人自身性格尖酸困薄 没有一点的人情味 说话办事过于自我 导致身边连一个亲近的人都没有 所以他们在事业上处事也是步步艰难 晚年生活也是孤朴无依 估计连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 最终导致晚年重瘫清理 身边连伺候自己的儿女都没有 四 结结鼻 结结鼻的年兽股比较突起 并且向左右横张 从正面看就像鼻子打结了一样 而长有这样鼻腔的人性格过于强势 为人固执属于典型一根筋 一旦他们认准的事情 无论是谁都说不喜欢听从劝告 所以这样的人扶其运势差 一旦失败 自己的生活必定会陷入到一贫如洗的境地 而这样的人婚姻也不会顺利 夫妻间常常争吵不断 还会有鼻梁和几节 结几次的说法 五 漏几笔 漏几笔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状况是 鼻梁品质 但是坚受漏骨 女人这种鼻象的话 老公容易惹上口是是非 夫妻二人也容易因为各种琐事 发生矛盾和口奖 严重周老公还容易遇上官司 第二种情况是鼻梁成糊形 万而不值 而且消瘦漏骨 这种鼻型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个性比较强的老公 丈夫做事比较冲动 行为和思想非常的偏激 容易走极端 夫妻之间容易发生冲突 严重者还会行张之苦 或者有世光之灾 六 鼻子扁平 鼻子代表一个人的自信心 主见 品行和魄力 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扁平无视 或者塌陷不起的话 这种人大多缺乏主见 容易被他人的意见所左右 喜欢随波逐流 从众心理非常的严重 对于他人的依赖也比较强 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 而且个性非常的保守 缺乏敢打敢拼的劲头 浴室总是犹豫不决 即使机会摆在面前也很难抓住 对待事业和感情都比较的被动 上镜心不强 很难获得成功 七 阴沟鼻 阴沟鼻的特征及鼻头部位 尖细耳微微下弯 看上去像钩子一般 长得很像阴嘴 骨有此成味 像树中有云 鼻如阴嘴 着人心碎 这种人一般特别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思 为人奸诈爱算计 内心非常的自私和刻薄 眼里只有自己 缺乏容缘质量 个人能力非常强 做事也很有魄力 但是功力心太重 为了利益 做事不择手段 人际关系不太好 很难得到他人的尊重和幸福 也容易遭到他人的排斥 虽然财富状况较好 但是不得人心 当然一个人有福没福 命好不好 不是说某一个部位 长得好坏 就能够决定的 相不独论 需要结合其他 命以特征 综合分析 单一部位的极胸分析 只是给大家提供参考 而且三分天命 七分人为 命运究竟如何 最关键的 还是看你自身的努力情况 就好比算命中常说的 世间有两种人的命运术 是无法算定的 其一为大善之人 其二为行不善之人 如果你多行善事 也足够努力 面相的好坏 对你的命运 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匠之点点关注 和小铃铛 小匠之会继续 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运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